路飞舞荡被凯多击败,能成功闯审判之门吗? 三个月前,凯多打赢变成舞荡的路飞,所以路飞正在处于昏迷状态,不知为何,路飞灵魂去了冥界,他试图离开这里,走到审判之门出口附近,看见这里有八道门,其中一道是通往人间界,其余七道门通往地狱更深层次,有一个好心,判官驻守此地,他跟路飞说,我会提示你, 然后让你选择,你可以问我几个任何问题,等你问完后,我会在纸片上,针对你问每个问题做出回答,可是我只写是和否两个字,这个判官不会说谎,但是提问次数要尽可能少,不然,另,一个坏判官会赶来捉路飞重回地狱底层,路飞心想,我变成舞荡打赢判官就可离开冥界,不用问他问题这么烦,但他一想到,就算打赢判官,都不知这八道门那道门是通往人间界, 便只好忍耐,答应判官要求,思考一会,他想到个问法,一定,能找出通往人间道路,他大声跟助手判官说,明白 请问,路飞最少需要几个问题,才能保证找到正确通往人间之门,A,一个,B,两个,C,三个,D,四个,注意,你只能问问题,而判官只能回复是或否,判官对路飞说你有一分钟时间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路飞先将这八道门一次编号 第一个问题,请问判官通往人间的门是否在一号,三号,五号,七号门之中 第二个问题,请问判官通往人间的门是否在二号,三号,六号,七号门之中 第三个问题,请问判官通往人间的门是否在四号,五号,六号,七号门之中 根据判官写在纸片上的回答来判断 如果卫是否否,一号门通往人间 如果卫否是否,二号门通往人间 如果卫是否,三号门通往人间 如果卫否是,四号门通往人间 判官跟路飞说,你答对了 路飞及时大呼,那一道是人间之门 不要去找伙伴们 判官指着其中一道门后 路飞就冲过去回人间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